年龄过了35岁之后真的是无热闻境 我就挂不说是研究生 是一半年多的还没找到工作 都出去的简历98.75%都失陈大海 也就是说每一百份里面可能有一份回复 我都并且说不合适 虽然有很好的工作经历和研究生学历 但是年龄过了35岁之后真的是无热闻境 我确实是投了非常非常多的简历 然后其实也脱下了孔一级的长山 因为我年前就已经开始送外卖了 然后最近外卖淡季 闪送完全没淡 每团鹅龙也全客手术抢淡 前几天有一个新近报的记者还来采访我 他也看见我完全抢不到蛋 然后我之前是南风周末的自身记者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我也投了的确投了很多简历 今天下午看见我老家清晨山 还在找出家道士 结果一点进去一看 也不要35岁以上的 开启玩笑说 其实我的专业还蛮对口的 因为我是中国哲学方向 刚好是研究道家道教的 不信大家可以看我的毕业论文和学位学历证书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 还有我的硕士学位证书 还有毕业证 确实是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的 很多人说我没放下孙乱 其实我已经很配合 我已经投了非常多的简历了 甚至我还投了应聘实习生的一些 然后也没有应聘上 你们信码 就是那种2000块钱的实习生的岗位 因为我看见一些网站在招聘 新媒体主编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 他们其实也在招实习生 我就干脆不投主编 直接投实习生 然后也没有回复 也没应聘上把 事实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觉得很多猎头中介 其实还没有企业直接的HR靠谱 提醒大家 反正我最近还是挺崩溃的 这几天有一个南方周末的前记者 他现在有38岁了 然后在求职的过程中的一些遭遇 在外网就火了 很多的大V在报道这个人 但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国 那就叫稀疏平常了 就不用说现在经济状况急转直下的 这种整个大环境下面 以前就是这样了 只是说以前可能对女人更苛刻 而现在这一切也砸到了男人头上来了 因为这个记者是个男的 那他就讲到说去应聘 就是做个什么都要35岁以下 那我看到一些个视频里面 讲到一些工厂在那个招工的视频 很多人就喊1986年以下的 不要来了回去回去这样子 那86年到现在是35岁还是38岁 我也不知道 总之呢现在在中国呢 好像35岁就是一个分界线 35岁以下是人矿 可开采资源 过至于人矿是什么意思呢 我等一下会去维基百科或者是百度一下 然后把它放在下面词条 那矿渣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连一次性消耗用品都已经不过格了 就到35岁以上你就没法就业了 那到了35岁以上呢 你就完全没法找到工作了 那这个小哥的遭遇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去找到一家什么 他老家是青城山吧 一个道观里面呢 在招道士 然后他学的就是哲学专业 严重方向就是道教 那专业还挺吻合的 然后他以前又是记者嘛 所以我认为他还算是个人才 但是居然呢 他就是在应聘中 发现他又超龄了 35岁以上的不招 太不可思议了 对吧 他对女人来说 一直就是这么苛刻的 因为以前呢 女人一直是25岁以后不嫁 你就变成圣女了 再不记28岁 那30以上就是齐天大圣 像我这种就是齐天大圣了 对吧 那齐天大圣 在美国有没有这种呢 没有的哈 很多的人独自生活 男的女的 谁管你是什么生活呢 哪有那么的八怪呀 中国人呢 就是有一种 卷 这种卷呢 和道德绑架呢 不仅发生在这种 整个社会和政府层面 就比如说我招工 不要35岁以上的 那这种的话呢 就是属于纯属的 呃 歧视吧 或者说纯属的是 从自于那个官方 或政府企业层面 社会层面的一个歧视 还有呢 就是来自于你亲戚 朋友朋友圈里面的 一个歧视 那这种就是道德绑架 就比如说发生在这种 婚恋层面 你什么年龄不结婚 那你就是 好像大逆不道 对不起祖宗啊 男的就女的呢 啊 你就是个怪胎啊 啊 你就是把眼睛 长在头顶上了呀 怎么的 总之就各种 道德绑架和批判 但是很多人 根本就没长脑子 所有这些道德绑架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谁定的这个道德标准 谁定的 好 这些都是统治阶级 和掌握着权力 和金钱的人 维护自己的利益 而制定的一系列的 各种的约定 所谓约定俗成的规则 然后呢 就用这些规则来约束你 然后法律也是 法规也是 那另外的话呢 像公司的制度也是 当然呢 它可能会有一个大的框架 像美国可能会有工会啊 或者有法律规范你 就比如说 你一天不能超过多少工作时间 但这些也是在韭菜 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断的争取权益 到了今天的五天工作制 八小时工作制 但是就到了今天 还是很多人 想要推翻这种 特别是自己当老板的人 因为他已经变成了 你的上层管理阶层 那严重危害了他的权益 所以他想把它给颠覆过来 所以啊 在中国这种 年龄歧视 为什么会卷成这样呢 卷成这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是 有过剩的人力资源 第二个呢 经济倒退 第三个呢 职位稀缺 很多的外企转移了 然后去到了其他 更便宜的国家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 不是非常稳定的政治环境 所以呢 大量的外企转移了 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去了 然后从疫情期间的 这种供应链的混乱 因为全世界太依赖中国了 所以呢 中国也给你停了 全世界就乱逃 那当这些国家 一时候来的时候 他当然会采取步骤啊 挨过铁拳之后 那我就要反省一下 然后也要确保自己 能够能用的 能吃的东西 还是有的对吧 所以呢 他就把所有的鸡蛋 分在不同的篮子里面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去逛街啊 购物啊 尤其我有很深刻的体验 因为以前也经常 全世界跑 喜欢去逛街 喜欢去逛街的话呢 就会看到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这也是中国制造 那也是中国制造 然后回去送人 人家说 哎呀这还不是中国制造的吗 他们不懂的一个道理就是 虽然是中国制造 但是我们只是 年假的代加工厂 而这个品牌的设计 是其他人做的 有可能是外国公司 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公司 或者是中国设计师这样子 但是总之来说 这个品牌并不是中国的 好了 现在你就听明白了 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在中国产的 但是他现在搬到其他地方去产了 那你是不是觉得 他就是高大上了呢 搬到墨西哥去了 搬到越南去了 就更好了吗 不一定 我经常都买东西的时候 哎呀我说这个做工太凑糙了 然后我说要去中国做的 可能会好一点 确实 因为我们更成熟的 更老练的这种产业工人嘛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整个的这种环境造就了 人家觉得惶恐不安 一轰而散 走了 所以就导致了 现在这个就业环境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每个人博主呢 都会分析到这些 但是我呢就是 脑子直接这么想 那么就说了 好吧 现在我们终于 在这个市场上 见到中国制造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厂家制造 欧洲 还有南美洲 美国 全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都在分担这个制造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自己作死呀 不作死就不死了 现在你自己作死 不就死了吗 只是呢 神仙打架 殃及食鱼 真正受害的都是韭菜呀 你们拥护的这个国家和政权 让你现在35岁就变成矿渣 好好的躺平 享受你的老年生活吧 35岁以上的老年生活吧 好了 谢谢